心譚, 選C, 放在我後台, 不愛我 不用知道我再煲湯給他喝 Rater姐, 玩一下, 不用這麼認真 很準的, 我不是有個兒子 分也有得來, 心意 大姐, 讓你來玩 你好… 心意, 你知道嗎? 我和我老公玩這個心理生意遊戲 如果他開演唱會, 放在我那邊 他選C, 放在我後台, 不愛我 心意, 算了, 你們玩一下 我陳Sir就選C, 難道我陳Sir不愛心意? 不是…我的意思是你這樣信不過 是呀, Rater, 你真是鬼佬心理測驗 總是不准的, 只能說笑而已 是呀…像我這樣, 我也愛我女朋友 我一樣選C, 如果我知道答案 我一定選B 選C也愛吧? 我愛… 是呀, 新年一場選C也很愛你 我老公也很愛我 是呀… 又爹爹爹拿, 去玩吧… 好想的, 快點, 快點 痛餓了吧?想吃什麼?我陪你吧 不行, 我胃衣有點不舒服 我打算去看醫生, 竟然我告訴你 你的胃不舒服嗎?我陪你去看醫生 不用了, 我自己看, 我回去打給你 那你小心點, 走吧 醫生, 我在胃衣的日子 就是剛才這麼多胃氣 不是, 我的劍暈 那你有沒有覺得其他地方很痛? 那倒沒有 剛才我幫你做了一個檢查 你的胃大致上也沒什麼問題了 但是會不會還有什麼病痛? 你放心吧, 我恭喜你, 阿珍 我回來了 小新?你怎麼也會回來的? 我下班就回來了 你回來幹什麼? 回來吃飯, 幹什麼? 你有沒有搞錯? 我剛才打電話給Sunny 原來她病了 我知道 我知道, 你不是看女兒? 是呀 我心裡這麼大聲 這個女人病了的時候 是最脆弱, 最少人照顧的 你還不跟她看醫生? 就算你沒空陪她看醫生 你現在已經下班了 你很應該去探望她 你是不是男人? 你胖不胖? 我打算回來爬碗飯 洗澡我才去看她 你怎麼搞的? 還要爬碗飯嗎? 追她的時候, 你就能這樣去 我現在追到了 慢慢坐下, 先洗澡 陳小生, 我現在很嚴重警告你 如果你現在不馬上去看她 我和你大哥 以後都不讓你大力, 陳家滿部 去… 幹什麼… 是你 怎麼樣?好嗎? 我買了粥給你吃, 吃完粥吃藥 我吃了藥 吃了嗎? 這麼多藥, 醫生說你什麼? 小生, 我問你 如果我懷孕了, 你會怎樣? 很難答 一點也不難答 因為答案只有一個 既然我是BB的爸爸 我就會負責任 我會給他一個家 我會負責任 我會負責任 我要你們倆 以後都過著一些幸福愉快的生活 我會保護你們一生一世 說一件事給你聽 其實我已經過了結婚生子 做爸爸很久了 既然現在的天氣一次過給我 我真的覺得很幸福 陳怡 嫁給我 怎麼說這麼多? 又不是問你這些 只不過是心理測驗 問如果我有了BB的話 你會是A, 要兒子不要嗎? 還是暫時走過去 還是因為肯認頭, 但先拖著呢? 鬼靈精怪, 什麼心理測驗? 就是心理測驗 不是, 他以為什麼? 藥全部都是維他命丸 醫生說我有點貧血 是因為疲勞過度和精神緊張 他還恭喜我, 說我手機能也正常 沒事 當然沒事, 你玩而已 那是否剛才說過的事要不算帳 我又沒說不算帳 如果你肯跟我結婚 結婚之後又生寶寶, 想得過吧 是吧, 怎麼樣? 怎麼了?就是只有一碗白粥 花和戒指都沒有, 就想求婚嗎? 有沒有見過人用白粥求婚呢? 是不是很特別呢? 要不要嗎? 要不要 你真壞 蓬姐, 不… guests 難得你給臉, 今天上來吃飯 怎麼這麼賣?叫做親家, 對吧 你真是的… 你的飯已經開了 不好意思 這是我雞子打算了 嘗嘗我這個肥仔雞 你把它吃吃番茄? 是… 真是變化,你不要和我客氣 你不要客氣,平時吃飯 只有我們兩個人兩三碟菜 今天這麼多? 算多了 不如以後多點再來吃飯吧 反正我們也快要一家人 是呀… 伯母,你知道嗎? 今天我和四喜不斷耍兩道 其實真正的大師父是小生 是,是大廚 四喜,我煮給你吃 來,快點… 吃飯… 來… 是呀,神家,明天你教我們阿晴 她不懂得怎麼做人的老婆 你千萬別這麼說 難得她肯答應嫁給我們小生 我開心到幾天都買不著 我也很慰心 大家看看二妹姐嘴巴流到胸口 你別胡說,真是的 小生,我打電話給五福和神童 他們說你一定有什麼日子 立刻通知他們,幾大都趕回來 不用這麼急,日子還沒摘好 就很會通知他們的 神家,我們要談談小節 小節一定要談談 不過其他事,阿晴都安排了 是嗎? 媽,現在不是嗎? 原來安排好了 是呀… 人家想快點被人稱為陳太太 是呀… 長蝦,你吃吧 對了,神家 不如現在也談談酒席問題,好嗎? 因為我們女兒家親戚不太多 算你男家方面,不知道五十圍也夠不夠 五十圍,我想…剛剛好 你知道我二妹姐在深水埗 認識很多人嘛 請留一個都不好 是呀… 禮餅又… 禮餅? 我想是大富貴 好呀…大富貴的餅很好吃 雖然貴一點,但好吃重要 是呀… 禮金呢? 禮金方面,你不用跟我節儉 我們小生牙齒賣了很多老鵝盤 是呀,阿晴,她很高薪的 是呀… 很高的… 雖然貴婚的東西你不用擔心 我幫你弄好了,我抵不抵吃 лучше呀… 朱紹庭,下個月初把?堅定流 鄭吉祥真實料也是不像 是花魂說的 花魂和陳韓府連大男都算是親戚 說他們兩家見過面,還說了禮禁 陳Sir真是好事,做事有效率 不僅連結婚也有效率 你要學習吧 你以為我是你?吳英明 不過說實話,陳Sir這麼急 不知道是不是還會中了頭獎 老婆,不用問阿桂 肯定Bi-Win-Gi-Win-FREE 你真是偷話 陳Sir 這是警署 街市吵架,糟了 陳Sir,我們收到封鎖,你快做老親了 是吧? 斯文一點 就是新郎哥,跨鳳成龍,是不是? 那Sunny是不是… 你的腦袋經常想這些事 是結婚,不過不是她說的… 無論如何,總之是鳳梨放假 對… 當時早就早 總之是鳳梨放假 為何他這麼開心? 阿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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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你,不用你結婚吧 是,是結婚,不過是籌備中 遲一下吧 無論如何,恭喜 謝謝… 下個就輪到你和康Sir 我還有很多時間在這裡等 那你真的在這裡等 老闆,你不是下個月初八結婚嗎? 下個月初八就是去酒樓談酒席 你的風那麼流,他哪裡收回來的? 還有CNN… 你快點去吧,顧著玩 你快點去找我放進房間了 我的嗎?幫我放進去吧 謝謝,再見 走吧,去吧 再見,CNN 再見 再見 莎莎,時間到了,快出來吃早餐吧 今天有口群班上,你打了抱沒有? 戴上了 看看 你不是吃麥皮嗎? 爸爸煮什麼東西吃的?他知道他喜歡吃火腿蛋 時間到了 莎莎 媽媽,我快遲到了,不如你載我吧 媽媽今天要開會,我想我趕不及了 莎莎,不如爸爸載你吧 那算了,我會搭路旅程了,莎莎 女兒到現在都不肯坐 不要緊,她現在還小,都不懂分什麼是非 我真的不知道還可以做什麼 給點時間吧,自主是一家人 他一定會原諒你的 阿楓,我真是羨慕你 如果我可以像你這樣放下大嫁 天天安落醒,睡一頭半個月 那就真是非常好 非常好 那你反過來,你放假,我做吧 我做習慣的,我不習慣,在家裡放鬆的 對啊,這些只是過渡期 那你現在趁休息,就充滿電 遲些又再博殺了 你最近無聊 給你看幾本好東西,來,看完它 什麼? 總之是好東西 如何面對疫境? 曹春黑暗,從初至終領悟 戰勝失敗,厲害 好,有沒有一本 如何修補婦女關係? 怎麼了?莎莎還在生氣你嗎? 莎莎的脾氣就和三元一模一樣 兩母女都這麼固執 你也知道莎莎很像我一向 整塊牛皮膠紙搭著不放 她現在每天放了我又回家 白馬門就不理會我了 我想問問你 我一個做爸爸的是不是真的很失敗? 莎莎這個年紀其實是很純真的 上次事情搞得這麼嚴重 對她的打擊真的很大 這樣吧,過了一段時間,事情雕探一下 等我這個二叔公出馬 幫她做個心理輔導 我想沒事的 電話 我是 對,我馬上來 莎莎 陳珠,不好意思,我來自助 陳珠,到底發生什麼事? 是這樣的,程莎莎因為李自強笑他 把李自強的英文書撕破了 誰知道?她還把我兒子推到地上 女孩子之家粗手粗腳,一點禮貌都沒有 這個太太,不好意思 我賠回一本書給你 賠當然要賠 她是來的,但不要就這樣算了 誰都要你女兒跟我兒子道歉 莎莎,跟人家說對不起 你看她,這是什麼態度? 李太太,程莎莎是不對的 但李自強也不應該拿人家的思思來開玩笑 什麼思思? 程莎莎因為李自強笑他 說他爸爸當了大明星 還剩下雜事方面 遲些還會拍賣三級片 小孩子是這樣的,看到什麼就說什麼 自己其身不正 很難見小孩子尊重你的 大的不好就教壞小 難怪連女兒都是這樣,沒家教 我希望你明白 一人做事一人當 大人有犯錯也與小孩子無關 做父母應該教識兒子 分證是非合白 莎莎,我知道你最近很不開心 其實爸爸和媽媽都是很不開心 因為爸爸受了藥物的影響 做了一件錯事,竟然生氣了你媽媽 但媽媽已經原諒了爸爸一半 知道嗎?知道為何是一半嗎? 因為媽媽知道爸爸也氣了莎莎 外面的人怎麼看爸爸不重要 但如果莎莎不看爸爸的話 爸爸會很動心 爸爸很想你,像以前那樣 跟我聊天,吹口琴給我聽 你不是說過嗎? 你不是說爸爸是你的偶像 是個好爸爸,好警察 如果你真的這麼想的話 你不應該因為這件事 改變你對爸爸的看法 給我一個機會 讓我再做你的好爸爸,好嗎? 好嗎?阿三 好嗎? 成展彩案發當日 找到太子坤了一個時間證人 這張照片就是那天拍的 AV6789 這張照片就這麼熟悉 香呀… 香呀,弄小一點這個房子 多炆一會就行了 真棒呀… 上次教你那兩道菜,鄺Sir喜不喜歡 喜不喜歡 真棒,他還替我清晰 說我全是精湛,不少謝謝你這張照片 不用客氣, 我們是自己人 這瓶牛奶煲, 吃得最漂亮 陳公館 怎麼樣?珍妮 好, 待會來照顧你下班 你決定吧 好, 今晚再見, 再見 甜蜜蜜, 看不看 好帥, 為何愛情人之人 你也不若, 你漂亮得漂亮 人見人愛, 車見車載 放心吧, 飯學你一定大份 謝謝… 說真的, 知道你和珍妮要結婚 不知道你的心裡總是有點懶惰 有點奇怪 沒事, 不用擔心 可能有點感觸 歌仔也唱吧, 變環原是永恆 不過說到感情, 真是說個原字 現在大家挺好, 找到真命天子 各自各精彩了 先喝杯熱茶吧 謝謝 先坐下吧 姐姐 真的不用我幫忙洗碗嗎? 都是廚房惹女人做的 你乖乖在那裡聽就行了 直說我煮飯有沒有吃, 值多少分? 行了, 不准說謊 這麼多, 99分 哪有差一分? 因為我沒有幫忙 那要扣你分, 要不要扣我分? 扣我分和扣你分沒分別 這樣也行 我明天結束 我打算明天跟你吃早餐 然後送你上班 然後晚點我自己去聽演奏會 不過明天再幫他們喝茶 你想不想加入我們? 你想我去 看你想不想去 我當然要去, 我要拉票, 不夠票 聰明 我租了這個碟, 你看不喜歡看? 這部電影是好看的, 差不多三個小時 看完就很晚了 那你今晚就別走 只看電影電影 那你想怎麼樣? 你說現在有人 買一杯咖啡給我喝真開心 我也想 不如… 不用不如 不如齊齊去喝吧 好… 去哪裡? 聰Sir 我們打算去喝咖啡茶 買了, 去喝… 聰Sir, 適合我們班 是呀, 知道你做了辛苦 買點東西慰勞一下你們 是呀, 說錯了… 什麼時候都說聰Sir是最好的老闆 謝謝 聰Sir, 我不是回來燒假嗎? 是呀 我留了33本琴譜, 打算回去拿回來 否則我們哪有咖啡茶, 是不是? 聰Sir, 你早點跟我說 我幫你送回來就行了 如果你拿給我 我哪有藉口回來探望你們 是嗎? 聰Sir, 聰賣, 聰賣 聰Sir, 聰賣, 聰賣 聰賣, 聰賣, 聰賣 聰賣, 聰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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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什麼?這麼入神 想什麼?這麼入神 沒有, 我想過有車牌 AV6789, 有沒有印象? AV6789, 沒印象? AV6789, 沒印象? 我也沒印象 不過你不用問花灑 花灑最沒有記性 你看得我這麼差勁 這次我對這個車牌非常有印象 AV6789, 是客貨 Geschwind 還有白色的 真的嗎?這麼好記性 為什麼我會這麼記得這個車牌? 因為我朋友的車牌跟他們缺個號碼 我朋友的車牌是5678 他是6789 原來我們真的查他的案件 難怪車牌這麼熟 請Sir,這輛車早前已經解僱了 這輛車也沒用,為何你這麼問? 我這幾天在家裡無聊 看回以前的案件 你們記不記得 成展財曾經拿過一張照片 做他不在現場證據? 在那張照片裡有一輛車 車牌就是AV6789 跟蔣占穎死的案件嗎? 沒錯,在照片裡 那輛車就在成展財旁邊 車牌看得一清二楚 怎麼這麼巧?好像真的拍電視劇似的 隨時這些可能是破案線索 Sir,找我找出一個案件嗎? 當然找到了 工作 就是這個案件 我記得這件案件 車主欠人錢,被人偷了一輛車 那輛車就撞在山上 事發就是2003年11月18日的晚上 有人報警報室這輛車 然後兩天後我們就找回車輛車 不過已經衝了下山,兜兜失敗了 我開始有點印象 車找回車時已經像一輛廢鐵似的 對,就是那宗案件 慢著… 成展財和太子軍給我們 那張不在場證據的照片 裡面不可能有車輛車的 我不管這張照片在哪裡拍 總之你的車就變成廢鐵 不可能完整無缺,在這個日子出現 對 就是說,這張照片 應該是蔣天命死前拍的 也就是說,成展財說謊 程先生,這張照片裡的貨車 在2003年11月20日 就是你口供所說 你拍這張照片前三天已經撞了 請問你有什麼解釋? 謝謝 我只記得我去出海找到很開心 程先生,你之所以被假口供 是想製造不在床證據 我現在以為蔣天命那宗命案與你無關 阿Sir,你假設的就是 我再次強調 第一,我沒有被假口供 我當時所說的,全部都屬實 請信 第二,如果你有證據 我歡迎你隨時去告我 程先生,你放心 我們警方逐節掌握足夠證據 隨時破案 好,行嗎? 郭Sir,程先生的律師來了 我來擔保我當事人 程展才先生和楊坤先生 好,我現在慢慢坐下來 讓我留一份詳細的口供 替你做擔保手續 等等,還有什麼要問? 程先生,你喝茶吧 坤哥,喝茶 謝謝 現在警察懷疑我們給假口供 一定是想辦法釘死我們 你不要記仁憂天 律師也說了 只要我們一口咬定 我們第一次錄假口供是沒錯的 好,這樣就行了 大冰姐死的時間實在是最敏感的 別怕 放心吧 這些事交給律師去想吧 關我們什麼事 不是這麼多錢請律師回來幹什麼 你們之前給我一份報告我看過了 程展才和太子君的口供 的確很有疑點 是呀,他們之前出事的那張證物照 裡面的日期肯定是假的 這也可以證明到 太子君給我們假口供 目的是為了幫程展才 製造不在場證據 想不到那個程展才 之前扮得那麼傷心 原來殺人空首歌就是他 這些都是大家假設而已 不可以做證據 康Sir,我們會交配留意 程展才一舉一動 看什麼線索還沒發掘 之前鑑證那邊 拿了大批證物回去化驗 但到現在還沒有什麼消息 稍後給電話過去看看有沒有料到 是,Sir… Sanny 什麼事?Sir 上這檔案案的證物有多少被發現 是長者貨廠搬離的 已經失陪證物室了 我想也有發驗 還什麼事?警方在那邊吹嗎? 剛才重案組打電話來 說單案調查方面有新的進展 希望我們可以幫忙 盡快完成所有化驗工作 看一部新的線索 但是… 我們的人手這麼多了 想快就快就不來 新年快要結婚了 籌備的事要搞的 放心吧,劍叔 我會盡量就時間了 我都不想我的私事影響工作 結婚就是人生大事 我也不希望工作破壞你的終身幸福 我跟重案組說過了 我們要盡量配合他們 不過化驗的事始終急不來 冷靜一點,我會支持你 這次你嫁得出,我們都安樂了 我嫁得出關你什麼事? 你是工作狂,多怕你掛著工作 連拖子也沒辦法拍 你怎麼小心不陪你?保忙嗎? 你們是朋友了,晚點才來安裝 其實你真厲害 我還打算過分兩下散手給你 誰知道你這麼快就搞定了 你怎麼把他拘捕了,他跟你結婚了? 我沒有拘捕他的 是呀,終於被你恨不住了 這條精神所至金石為開 今天真的很開心 很久沒逛過書局了,可以買這麼多本書 開心得是書局的老闆 一進去就掃了他幾塊錢 我簡直看到他就陰陰嘴地笑 幾塊錢,可以買這麼多本就值得了 我告訴你,他對面的分店更多款 真的?找天再逛吧 好,走吧 謝謝你,小生 帶你去買幾本書而已 要不要多謝你這麼生寶 要不要錢買幾本書? 還有你教我的廚藝 不知道多少人買我,徵斬了很多 不用說,有我這個名師指導 多厲害的徒弟,都會變… 你是高徒,所以更加厲害 那就當然了 其實這樣,這些書不用買那麼多 他的資料都在我這裡 你不要,經常帶你左騰右騰 你真的要時間陪伴你的女朋友了 你不用介意 我跟Sunny拿了逛街址 那也是 兩位,謝謝 你去煙計請問 不吃的 行了,我們有位了 我試過用蒜鹽一樣好吃 吃什麼? Sunny,你們在這裡買書嗎? 是呀…伯友,我來介紹 這位是Sunny媽媽,方太 你好… 這位是慧應芝,我朋友 叫我阿芝可以的 你就是阿芝嗎?你認識我嗎? 聽過你的名字吧 媽媽,坐吧 坐吧… 阿爺,喝吧,麻煩 走一整天,很累 喝什麼?媽媽 我不喝了,你快點過來 過來坐,他要問你,他叫什麼 那個阿芝是不是 小生的女朋友? 是呀,就是他 他們分手了,怎麼還會見面? 阿芝想學煮菜給現在男朋友吃 就找小生教 學煮菜可以去派人學校學的,是嗎? 媽媽,他們沒事的 你有沒有聽過再見逆時的朋友? 我也有聽過再見逆時的老婆 你有沒有搞錯?讓他們兩個更見面 男人的事很難說 日久可以生情,預情可以未了 媽媽,他們只是朋友而已 別搞得那麼複雜 但最好是他舊女友,不然呢? 我就欣賞小生對朋友有情有義 不然我也不會這麼喜歡他 對,阿芝曾經在小生心目中 有一個很重要的地位 是,但現在已經被我代替了 女兒…就算你對你未來老公 充滿信心也好 但你怎麼知道那個資點想的? 你肯定… 沒錯,每次都好 你們等等 我不會理解 你們要再把推薦 很多人 你們應該會追求 每次都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不如這樣吧,Sundie 我還是沒有教阿芝煮菜 免得你媽媽認會 叫她去烹飪班學校就行了 當然不用 快看牛扒就知道阿芝沒有拜錯師 我不是這麼小的女人 不過這樣,如果她真的驚人會的話 下次去教阿芝就叫我來學 反正我都想偷師 我可以煮東西給她吃,好嗎? 好 第32個箱子了 是呀,第32個箱子了 不如讓我寫就寫,你還嘴巴吞吞吞 好像有金汁似的 別這樣了,劍叔,冷面 牙烈索從另一個角度看 我們只有37個木箱 現在驗了32個,豈不是只有五個? 再開幾晚通室會驗不完 再開幾晚通宵 我知道你想馬上見證物安安心結婚 但我們都叫阿叔 哪有你們年輕女兒這麼好體力 我不管 你跟歐少爺廣告會支持我的 如果挺辛苦的 我帶給歐少爺去幫我 這樣也不用了 有沒有弄壞? 應該沒有 這邊面子… 等著,有些東西 你頭髮去了 我現在真是內容 怎麼樣? 怎麼樣?組織和頭髮是否屬於蔣天榮 不屬於蔣天榮 也不屬於江麗熊 難道屬於請sir? 也不是請sir 那應該是中了第四個人 頭髮組織雖然乾了 但是保持得很完整 照推斷 應該跟案發那段時間差不多 我們法證當日得出來的結果 證實請sir是無辜 兇手應該另有其人 會不會兇手就是第四者 但為什麼在組織和頭髮 會貼在木箱上呢? 我已經查過紀錄 木箱的位置應該是這裡 請sir雲的位置在這裡 遺場天榮未曬地點就是這裡 你原來是… 根據請sir的口供 是被蔣天榮槍擊之後暈倒 然後是不勝人事 我估計兇手就是這段時間來的 兇手跟蔣天榮發生糾纏 可能就是這樣 兇手會撞到木箱 以後留下頭髮和頭髮組織 然後蔣天榮想逃走 但是被兇手追倒 最後兇手還會蠻似 將蔣天榮拘死 所以依頭髮和頭髮組織 極有可能就是兇手留下 兵爺 是 康Sir…交給你 是不是找到兇手的DNA? 合你成天榮? 還未肯定, 不過可能性很大 這傢伙子亂給照片 就想門天過海 事後沒有合理的解釋 拾成就受他了 我也不排除這個可能 但無論如何都要拿他回來 驗了DNA才知道 Sir, 什麼時候抓人? 現在 是, Sir 是 康Sir, 等等 成天榮被人綁架 是 好 當時程先生在高星喝完茶 叫我載他回去 誰知我一出車 就有個男人殺了你擋著他的路 然後有兩位男人走過來 一夜就暈倒我 我醒來就不見了程先生 你認不認得那兩個是甚麼人? Sir, 他們都蒙了, 怎麼認得 知道程展才最近有沒有跟別人結怨嗎 知道我就不用報警了, Sir 還有, 我是受害人 我不是犯人, 你問這麼多 為甚麼?跟我拘捕那兩條彈彈回來 程展才平時有這麼多人跟進 這次會這麼大意, 只剩下他 跟著他 就是了, 就連他的心腹太致坤 也剛好回大陸, 又沒那麼巧合 當然沒那麼巧合 無論如何, 他們報警了 我們怎麼都要做事 高星飲食集團主席, 成展才 今天下午被兩名不免的磁槍男人 綁架離去 如果有市民目擊到這種案件發生 請盡快通知警方 警方現在已經封鎖在現場 逐進一步的調查 要不要拿張這麼胖的照片 坤哥 翔哥, 坤哥回來了, 翔哥 大飛真不錯 上去接你來回也不用兩小時回來了 怎麼這麼快就送到 Kat, 是 拿一杯給坤哥 好 來, 先吃點東西 這局真是神不知鬼不覺 警察還以為在上面想找我 先休息一下 其實這次我躲起來 警察暫時沒有我們負責 不過是辛苦你和Tiger 聽說Tiger那一刻吃得很金 其實最聰明的是財哥 早就知道警察遲早收集證據 現在暫時閃閃 警察暫時沒有你負責 但這不是長遠之計 那財哥下一步打算怎麼樣? 看看警察有什麼動靜 鼎兒, 康Sir怎麼看? 靖Sir, 不好意思 你現在放大假 我們不方便透露這麼多事 你也知道 靖Sir, 放心吧, 你安心放假 這件事是遲早水落石出的 你來了? 陪著靖Sir看球 我隨便坐, 痛不痛?我煮東西吃吧 走吧… 走… 不妨礙你們, 下次再來 再見… 男人看球都很忙, 弄得七個這麼累 讓我來吧 如果看球沒什麼所謂 如果說公事, 那就不太恰當 我真的沒什麼騙你 我不是故意說公事 不過你也知道 一群男人喝酒聊天 我們個個都是警察 說說說就過了公事 老公, 我很明白你現在的心情 但你現在放大假 案件都交給伙計 你應該信任他們才對 你也知道嗎? 這件事你盡量不要管 你記得上一次嗎? 你差點連命都沒有 就算幸虧 撿回一條命都可能要坐牢 你看到的 他們不是善男信女 你再明他們再暗 你很吃虧的 我真的不想你有事 就算你不顧自己, 你顧我 你想一下莎莎和薯卓 對不起, 老婆 答應你 以後不會讓你們擔心 那你答應我吧 好, 別說些不開心的事 快要生日了 我們一起想想怎麼慶祝 我要你過一個開開心心的生日 小心, 到底在哪裡 到了…前面而已 是這條街 小心, 買個鍋子 要不要進去西貢院? 要的, 你說的 煲小飯最重要的不是材料 又不是飯, 反而是鍋子 如果買不到這隻鍋子 你也不用煮得了陳小生 秘製海鮮煲小飯的神粹 老闆 是 有沒有那隻佛山的長江牌雅煲 老闆仔 是 是不是拿來煲小飯那隻 是, 就是那隻 你識貨, 這隻鍋子只賣兩隻 賣完就沒有了 是嗎?那給我一隻 我孫女還沒回來 鍋子放得很高 我怕我拿不到給你 不要緊, 我幫你拿 還找不到你? 謝謝你 謝謝 再見… 其實這個鍋子也沒什麼特別 看有沒有特別, 煮下飯你就知道了 走吧… 我拿 警署叫我 要回去工作嗎? 是 不要緊, 回去工作吧 工作要緊 不好意思, 叫你來 還打算和你吃糖水 行了, 交給我吧 我帶他去吃糖水 謝謝… 西貨糖水店這家最有名的 幫你吃個翻層味, 嘗嘗 好 阿G, 我想你一定很喜歡康Sir 我突然問這種事, 很難回答你 對嘛, 我聽小新說 你怎麼不懂煮食 大家為了康Sir, 肯做樣做樣做樣 還不是要很喜歡他才行 對, 其實很喜歡他 你這些好東西給自己喜歡的人吃 你會覺得很滿足 我看得出來, 都很喜歡小新的 最近經常抱著你男朋友 你不介意吧? 當然不會了 我也知道你不介意 你知不知道你男朋友最喜歡吃的甜品 就是腐竹蛋糖水 你有空煮給他吃, 他會很開心 但我也不會煮 不要緊, 最近他教了我 我用他的一套教你 肯定是他的口味 好 你們倆去哪裡?搬這麼多東西回來 說你也不相信 我跟阿芝吃糖小吃了兩個多小時 然後越談人越多話題 越談越合談 現在真是世界輪流轉 男生就在家裡煮飯 讓女朋友回來吃 女朋友就去逛街喝茶 快樂時間 怎麼了?不高興嗎? 不是 我本來吃完糖水就馬上回來 誰知道阿芝說要買衣服給康Sir 我不是陪他走 一走就走一個多小時 他還有自己一件都沒買過 然後我們經過那間紅酒店 阿芝又說要買酒 跟康Sir拆開腳 沒想到阿芝對康Sir真的不錯 康Sir的這樣的女朋友 我也想去收拾 阿芝對男朋友的確不錯 他也打算跟康Sir在一起 當然是躺起來全程投入 怎麼了?現在我女朋友很差嗎? 是否才又漂亮又沾繩 沒有紅酒也有T恤 那你喜不喜歡? 喜歡得暈倒 我幫你煮飯了 不用,煮飯我強項 好,你坐一會兒,很快就能吃了 早餐幫你倒屋吧 這間屋有多大?撿這麼久? Sunny 吃得飯嗎? 是呀,我打算叫你洗手吃飯 怎料阿芝你也不承認 你把盒子都拿出來幹什麼? 你的東西放在一、二變 拜託你的盒子沒用就扔掉它 扔掉它?不好 好 很髒,還有用嗎? 沒有 那倒是,鋪在這裡會惹疹 況且我們明天結婚 我會給個地方買東西 那倒是,有之不過… 就這樣說吧 吃完飯之後我們大素菜,好嗎? Sunny,你真的要這麼兇狠? 不要這樣 小心,灑脫點 你可不可以眼開眼閉? 你不可以這麼自私 你已經這麼多年了,你卻不知道 無論如何 今天怎麼都要把垃圾都扔掉 你真的要這麼做? 你自己說吧 這些鋪塗了 有髮毛的影子怎麼處理? 扔 真的要把他們扔掉嗎? 很晚了,我回家了 那我送你 不要,你也很累了,你負責才行 那你回去給我電話吧 好,再見 再見 沒什麼盒子呢? 沒了 別走 警察,站在這裡 姐姐,不用怕,放下手 我只想拿回我剛才扔的東西 我只想拿回來了 我只想拿回來了 快點 我只想拿回來了 我只想拿回來了 我現在要回來了 我真的想拿回來了 我會不想拿去 我會把人家弄好嗎? 我會在這裡